嗨,晚上好呀 今天老妈来做一个香葱油膏 这是老妈提前发好的面糊 发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排一下里面的空气 在里面加入一颗鸡蛋 继续搅拌,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其实可以在发面的时候就加入盐,葱花和鸡蛋 因为老妈是提前发好的面糊 所以就在发好之后加入了鸡蛋,盐和葱花 搅好之后起锅烧油 把勺子放在里面一起加热 准备两个勺子 一个勺子摇面 一个勺子放在油锅里面盛面 把盛了面糊的勺子浸在油里面 不用管它,收热之后会自动膨胀飘起 像这样用筷子轻轻一拨就飘起来了 这个做法特别简单 手不粘面,很快就能做好 中间多把它翻下面,让它受热均匀 把这个葱花油糕炸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今天老妈做的葱花油糕就完成了 香酥可口,外酥离软 做法简单,还好吃 你们学会了吗? 喜欢的话就给我老妈点个赞吧 别怕孤单,加一只